咱们中国是使用公质这辆单位的 我们说的是米千克这些单位 美国人一直在使用英质的这辆单位 所以当他要说自己身高的时候 他会说几尺几 这个几尺几指的就是几英尺几英寸 那么如果有人跟你说他身高五尺七 相当于我们说多少米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式来换算 换算的公式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还得要知道英尺英寸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实净值的 所以我们得把这个寸除以12 然后再加到英尺上面去 这样就形成一个实净值的英尺的数字 然后把这个数字乘以一个常数 就是0.3048 所以五尺七相当于我们在说 它是一米七零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写一个程序 用这个程序呢 让用户输入它是几尺几寸 这两个数字 然后我们给它算出来 它相当于我们是几米 因此呢我们可以写出这样一个程序来 这个程序呢就是这样 我们先用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方法 是吧 我们用一个ScanF 带两个百分号D 把这个几英尺几英寸给读进来 因为这个不是实净值 所以五尺七 你不能写成五点七 是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两个数字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 那我们就做一个输出 按照刚才的那个公式 是吧 英寸除以12加上英尺 最后加 括号扩下以后 再就乘以0.3048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这是我们这个程序 现在呢我们来编译运行它 我们说五尺七寸 1.524 好像我们刚才不是1.524 我们课件还是多少来着 我们课件里说 五英尺七寸它应该是1.7 1米7 怎么会是1.524 肯定有地方错了对不对 错在哪呢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我们是五尺九寸 应该要高一点吧 怎么还是1.524 如果五尺零寸 还是1.524 所以肯定有地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六尺七寸 这会不一样 1.828了 但是如果是六尺两寸呢 还是1.828 好像感觉像 我们的这个英寸 没起作用对不对 完全是靠一英尺 在那儿换算 所以什么地方错了呢 因为在C元当中 我们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当我们对两个整数 去做运算的时候 它的结果也只能是整数 什么是整数 不带小数点的数 所以我们在里头做了什么 我们做了7除以12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要把寸换算到尺上面去 所以我们拿那个inch 去除了12 inch是整数 12也是整数 这两个整数相处的结果 还是整数 怎么做呢 它做得非常粗暴 它把那个原来应该有的 小数点的部分给扔了 丢掉了 不要了 没了 那结果当然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现在输进去的那个英寸 一定是小于12的一个数 对不对 5尺7寸 5尺9寸 都比12来的小 然后呢 抽下来结果是什么 7除以12是什么 应该是零点多少多少 对吧 结果他说小数点后面不要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变成什么 变成零 所以为什么看上去 我们刚才就像是 英寸不起作用 只有英尺在起作用 因为那个小数部分没了 丢掉了 英寸一除就是零了 我们可以再试一个事情 你看 如果我们想让他算 10除以3的结果 好 我们看看这会是多少 你看 只有3 本来应该3.333 对不对 小数部分丢掉了 那他会不会做四捨五入呢 比如说 如果我们试一下看 14除以3 我们知道14除以3的话 应该有 上个4 34112 还有20 然后上个6 对不对 4.6的样子 所以如果四捨五 他会进上去 我们看一下 他只有4 所以他真的就是把小数部分 给扔掉了 他不会往上进的 因此假如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10除以3 再乘以3 如果这是做算数题的话 那小学生也知道 A除以B再乘以B 就是A之几 应该得到一个10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这里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只得到了9 为什么 因为10除以3的结果是3 然后3再乘以3 又是9了 好 所以这是整数运算 整数运算就是说 我们任何两个整数 做加减乘除 结果仍然是整数 当然对于加减乘 这没有任何关系 但对于除法 他就把小数部分 给扔掉了 那我们那道题目 是需要有小数部分的 对不对 怎么做呢 解决的方案有两个 在C元当中 带小数点的数 和不带小数点的数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 所以 我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不是去除以12 而是去除以12.0 会不会不一样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先拿在 10除以3 这个事情上面去试一下 如果我不是10除以3 是10.0除以3 它会不会不一样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10.0除以3 看看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先来编译 他说 编译不对了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呢 说这个格式啊 是一个百分号D 这个百分号D呢 意思是说 我们是一个int 对啊 我们之前所有的变量都是int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argument 这个参数呢 它实际上的类型呢 是double 是一个double double是什么 double的意思好像是说 双嘛 比如说 这个我去买蛋糕 跟老板说 double 来两份 对吧 那在这儿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再解释 不着急 然后他给了一个 这个很丰富的一个提示 他说 你看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这个是10.0 那么所以呢 前面的这个百分号D呢 就不对了 他建议你呢 把它改成百分号F OK 听人劝吃饱饭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把它改成百分号F 然后运行 3.333333出来了 开始有小数点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让它乘以3 得到10.0的结果 所以在C里头啊 我们可以用这种带小数点的数 带小数点的数呢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我们把它叫做辅点数 这个辅点的意思呢 它本来的意思啊 是说这个小数点 是浮动的 就是说 我的这个小数点 出现在一个数的第几位 这个是可以变的 这叫做辅点数 那么 跟辅点数相对的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数 叫做定点数 定点数也是带小数点的数 但是呢 这个小数点的位置是固定的 比如说永远出现在第四位 或者永远出现在第五位 这是确定的 那个叫定点数 实际上辅点和定点 都是在计算机内部表达 有小数点的数的那个方式 但是呢 我们通常呢 就用浮点数来表达 这种有小数点的数 实际上呢 当然我们目前在C元内部 也是用这个浮点的方式 来表达这种有小数点的数的 所以我们前面那个算升高 一个改进的方案 就是可以把这个12 把它改成12.0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在那个10除以3的地方 也看到了 如果在一个运算当中 这个符号两边 这个组号 比如说这个两边 又有整数 又有浮点数的话 那么C元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那个整数变成浮点数 因为浮点数 能够表达的东西更多 对不对 能表达小数点嘛 整数不能表达小数点嘛 所以先把它们两个都变成浮点数 然后运算 当然算完以后 结果是一个浮点数了 这就为什么我们前面 在做那几个事情的时候 双引号里头 那个百分号D要改成百分号F 因为你的结果不是整数了 所以百分号D 那个format 都不能用来表达这个浮点数 你得把它改成百分号F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得到一个正确结果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Hate程序 我们怎么改 于是呢 我们对这个Hate程序的修改 就是把12变成12.0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运行是不是对的 我们需要重新去编译这个程序 然后运行它 现在我们说五尺七寸 一米七就出来了 好 这是一种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是这样 我们前面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foot和那个inch 我们都在变量前面说的是int int int呢 表达说这两个变量是整形的变量 它只能表达整数 那么既然我们 目的是要在参与运算的过程当中 那两个数有一个是辅点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做的 那也是inch除以12 我们需要那个inch或者12是辅点 我们前面做的改动是把12改成12.0 那我们另外一种改动呢 就是把那个inch 变成double 从int变成double 所以我们只要在 定义变量的时候说 这个inch 它不是int 而是double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以double的方式来参与运算 后面的东西就对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程序可以改成什么样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foot和inch都改成double以后的样子 double也是一个关键字 这些是它的一个数据的类型和inch是相对应的 表示说这是一个辅点数 所以我们现在foot和inch都是double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这个出法运算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这是12.0 它是12就可以了 另外 如果这是double 那么我们用scanf去输入它的时候 我们也得换一个方式去输入 我们输入输出整数的时候 用百分号d 输入整数的时候也用百分号d 而对于double呢 我们输入的时候要用百分号lf 注意 这是lf来表达说 我们要输入double 那么当然 后头也别忘了 在变量名的前面 你得要有and的符号 这是在scanf里面说必须要有的 这样子改动之后呢 这个程序 就是用两个double来表达foot和inch 然后在后面的运算当中 当然它也能够保证它的 这个以辅点数的方式来进行除法的计算 那我们这里用的这个double呢 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双 对吧 前面提到过 它实际上呢 是双精度辅点数的缩写 我们的辅点数有两种 一种是单精度 一种是双精度 那么对应呢 它也是两种数学类型 但是呢 单精度的那个变量的名字 并不是叫做single 所以不是double对single 单精度的辅点数呢 就叫做float float就是辅点数的那个float 那个符 那个float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知道说 C原里面最起码有两种数据类型 一种是整数 一种是辅点数 对于整数呢 我们用的类型的关键字呢 是int 辅点数用的是double 整数在输入输出的时候 在那个格式字符串里面呢 都用百分号d 但是对于辅点数来说呢 输入输出 有一点点不一样 输出的时候呢 用百分号f就可以了 而输入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用百分号lf 具体这些lfd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到 讲这个C原的输入 输出的时候 我们再去展开讲 除了这些 显然我们还有很多 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甚至在 比如说在输出这个 辅点数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指定说 你小数点后面留多少位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在计算机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 整数这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是遇不到整数的 我们在小学学算数的时候 一年级二年级 学的都是整数的加减法 对吧 到三年级就开始出现分数了 在后面的日常的这个计算当中 大量的都会出现 带着分数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做数 在做算数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想 说啊 这个数必须是整数 那个数可以带小数点 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呢 整数是可以 比较完整的表达的东西 整数在计算机里面 是可以比较快的去运算的东西 而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只要用整数做运算就可以了 所以整数还是有用的 对于计算机里面 和计算机里面 是非常深级的 相计约 或计算机里面 感谢观看